英雄联盟冠军辅助原神哥 想要寒冰射手的冠军皮肤 看起来像崩坏三的爱里希亚 听到这个消息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崩坏三赢麻了是吧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呢是 嗯 原神里的王小美不配了吗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娘小薇 那么时隔多天 本见长又回到了圣福雷亚学院 没想到这次回归 回归礼仪都给我准备好了 你们感谢 看在米汉有这么大方的份上啊 来来来 今天咱们把第二张第三张给他干了 说实话这两张的剧情 我觉得埋得伏笔极深 我全程就是一个 居然还能这样的表情啊 信息量也太大了吧 关前提醒 没看过剧情的小伙伴啊 有刀有小事扭刀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来替大家挡刀 换取你们手上的点赞和两个硬币 哦 护着他们 回顾上一期 咱们回收了一个超大的战舰 叫月光王座 在第二张的最后呢 咱们通过分析还发现啊 这个超大战舰的几个信息 一 是有人故意送给Kiana的 这个有人准确来说啊 应该是一个叫做逆伤的组织 Bronia曾经就在这个组织里 其次这个战舰需要四块宝石才能启动 一块宝石就相当于一个绿者的力量 所以你们想想啊 这得是个多大的杀器啊 送到咱们主角手上 那么第三张一开始 咱们就是去新西兰奔着找宝石去了 但是这个宝石的来历吧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呀 居然是在第二绿者和Kiana他妈打架的那一年 Kiana他妈拼着老命啊 外加天命组织发射了导弹 它把第二绿者的核心给破坏掉 然后核心就碎裂成了四块宝石 听到这里啊 我也碎裂成了四块 就觉得 嗯 还能这样的吗 然后还没完 当时的逆伤组织 是由第一绿者所领导的 可谓是人强装备强 组织有点狂 再加上天命组织这边 刚打完第二绿者处于一个疲惫期 所以遇上这个逆伤组织 来回收第二绿者的尸体和核心码 那肯定是打不过的 但是也不知道是对面傻 还是奥托金 天命组织这边 当着人家面偷偷藏了三块宝石 准备拿回去开展研究 那么新西兰的这块渴望宝石啊 就是三块中的一块 在打了一路崩坏兽之后 确实也被我们主角团找到了 但是 这块宝石居然是被存在了一个兽医的腿里啊 你感谢 还能这样的吗 然后这个少女一出场 我去温迪 当然这也不是巴巴托斯啊 人家叫温迪 本来天命组织打算用宝石 把温迪培养成S级女武神的 但是没想到实验失败了 人也全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不知道究竟是温迪客串的温迪 还是温迪客串的温迪 总之 有小伙伴知道的 可以在弹幕里解答一下啊 那到这个时候 画风突然一转 开启了温情路线 伯罗尼亚突然就和温迪共情了 同时爆出了她的一些声势 说她曾经在逆伤组织 也是双腿受伤做了轮椅 后面靠着外骨骼装甲 应该就是中庄小兔吧 才恢复了行走的能力 我一听 哈 感觉这牙牙不会也是个改造人吧 机械结合身体 妥妥一个赛博朋克牙呀 你们说是吧 那在回学院的路上 前一秒还在你能我能 沉浸在温馨的画面当中 后一秒 温迪突然开启大招 双脚立地了 智商就占你高地了 准备用宝石的力量 施展一张龙拳风摧毁 停车场 我去温迪 这个能量反应 难道说 温迪 你已经解放了渴望宝石的力量 还是说 你被结晶中的崩坏意志给控制了呢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不是我说啊 小伙伴们 温迪这个动作真的很让人出戏 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元神这边 气神当中放水放出海的某位 哎你看 那我拿小艾米打你 也算是蒙德人打蒙德人了吧 接下来 剧情上演了一出 他逃 我追 他插翅难飞 总之温迪被天命组织认定成为了第四律者 准备进行消灭 而主角团呢 想要让温迪清醒过来 帮他控制能力 那就在这个时期啊 剧情就开始时不时的悄悄被刺一下玩家了 就比如 为什么布罗尼亚对温迪有好感 再比如布罗尼亚从轮椅上站起来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这一段对话听起来就让人心疼啊 但是别看在这里啊 大家就是这么谈谈话聊聊天的啊 别说啊 这话聊还真挺有效果的 温迪就是突然清醒了过来啊 你敢信啊 但是 但是啊 我发现崩三这个剧情啊 就是突然来个180度大跌跌 就在这时天变也深巨响 布罗尼亚的母亲 逆伤的领导者善良登场 再然后 布罗尼亚就突然被他母亲的最高指令给控制了 好家伙 感情布罗尼亚在改造的时候是这么个改造呀 这不可以让人心疼了吗 那想来啊 之前在月光网座上 布罗尼亚失控的那次啊 应该也是这么被人操控了吧 那么到这里 第三章剧情就全部结束了 第四章的内容没有这么长啊 就是主角团去逆伤总部 救回牙医 拯救布罗尼亚 还有拯救温迪啊 但是也透露了非常多的信息啊 首先牙医的父亲 雷电龙马 曾经是逆伤的非欧 但是被人陷害入狱 接下来布罗尼亚的母亲 可可利亚 就夺取了逆伤的领导权 咱们一路打上楼啊 终于见到了牙医和布罗尼亚之后呢 我万万没想到啊 才见面了一秒 布罗尼亚就离开了我们 把牙医还给我 你们根本不知道 律者的真正价值 只要知道了律者 是怎么操控自然力量的 人类的科技水平 也会飞跃式的成长 布罗尼亚 给我阻止他们 布罗尼亚 不要被控制了 快清醒过来 布罗尼亚小的时候 父母都去世了 在布罗尼亚心中 可可利亚就像妈妈一样 但是 布罗尼亚遇到了牙医姐姐 牙医姐姐对布罗尼亚非常好 布罗尼亚也不想伤害牙医姐姐 所以 布罗尼亚不会战斗 奇亚娜 快打牙医姐姐走吧 布罗尼亚已经 烧毁了生物芯片 开什么玩笑 生物芯片是植入你的大脑的 如果烧毁的话 难道说 你想自杀吗 布罗尼亚觉得 比起自己的生命 牙医姐姐更加重要 布罗尼亚已经不会再接受任何 会伤害到牙医姐姐的命令了 再见了 牙医姐姐 奇亚娜 牙医姐姐 就交给你了 不 我的呀呀呀 谁能想到 布罗尼亚这么可爱 居然有这么惨的绅士啊 被改造已经够痛苦了吧 唯一当做妈的对象 居然还有指令控制她 总让她做不想做的事情 太惨 这也太惨了吧 后面呢 温迪也恢复了意识 和主角团进行了一个线上连迈 但是在这里的剧情啊 又让我不知所措了 首先温迪当年是德丽莎的学生 而且还是德丽莎推荐她去的宝石植入实验 虽然说她有被崩坏能控制意识的可能吧 但是 她的确对天明组织是有怨言的 她俩就这么一沟通之后啊 应该也算是和解了吧 但是 实际上啊 我们前面看到的很长一段和温迪的对话 居然是她身前的最后录像呀 你们感谢 第四章最后 可可利亚已经把宝石从温迪体内拿了出来 所以不管她最后是怨言也好 是和解也罢 甚至是她想和布洛尼亚说句话啊 全部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你们就说吧 这是不是刀 这编剧暗藏玄刀呀 好啦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的小伙伴啊 别忘记点赞收藏 给两个圆圆的硬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